大家好,今天我们聊聊美国的假结婚 在美国有很多人是通过假结婚来获得身份的 有的是大庭败诉 但是还想合法的留在美国 也有的就是想用最简单最有效的方法获得美国绿卡 但不管怎么说 假结婚的目的就是拿到身份之后就离婚 目前在美国华人圈里假结婚的价格是5到7万美金 在假结婚的人里边 有一些女性还抱有幻想 我曾经就认识一个没有身份的老姑娘 她认为可以通过假结婚 认识一个有钱又帅的老外 这样老外又被她的魅力所迷住 最后变成真结婚 但事实上穷老外经常跟她要钱 然后去找更年轻更漂亮的姑娘 这个就是普遍的现象 在假结婚的事情上 大家要保持理智 这只是交易 另外还有人说 在面试的时候 面试官会问两个人的做爱的姿势和喜好 比如说上一次做爱是什么时间 在哪里等等 甚至还会问一些细节 以确保婚姻是真实的 那移民官都会问哪些问题呢 现在我们来聊一聊 这里列举一些典型的问题 不一定会问到一模一样的问题 但是大部分的问题都是围绕以下的方向 大家可以作为参考 提前和配偶了解及准备 首先呢是关系类 婚姻的发展 比如说你们在哪里遇见的呀 第一次约会在哪里呀 有互相介绍朋友吗 你们是什么时候发现彼此爱上对方的 多久准备结婚的 是谁提出求婚的 是如何求婚的 然后呢是婚礼 会问在哪里结婚的 婚礼有多少人出席呢 家人都有谁出席了 你的配偶穿的什么样的衣服 你们有办接待吗 或者有什么其他的形式庆祝 还有伴娘跟伴郎都有谁 婚礼的主题颜色是什么呢 婚礼上的蛋糕是什么味道 你们有办中国式的婚礼吗 结婚以后会回国探亲吗 你们有去度蜜月吗 如果有是去的哪里呢 那这些呢都是一些婚礼上的问题 在去面试之前呢 两个人呢应该是有足够的沟通 了解这些 那接下来的问题呢 是日常生活类的 比如说一般你们两个是谁先起床啊 你们订闹钟吗 你们有几个闹钟啊 你们两个睡觉的时候 是谁在谁的左边 谁在谁的右边呢 卧室里边有几扇门几扇窗呢 你们的卧室里边有电视吗 你们用的牙膏是什么牌子呢 你们的早餐一般吃什么呢 你的配偶在哪家公司工作呢 你的配偶在这家公司工作了多久呢 通常下班后是几点到家呢 一般是谁来做饭呢 你们家是周己扔垃圾呢 你们两个谁来管理银行账户呢 你们有宠物嘛 宠物的名字是什么 一般是谁照顾宠物 你们家有几台车 你的配偶开什么车 都是什么牌子 然后呢是一些住房的问题 比如说你们住的是公寓呀 还是house啊 如果是租房子 那你们的租金是多少钱呀 如果是自己的房子呢 那你们的贷款是多少呢 每个月 你们有车库吗 通常谁的车会停在车库里面 请问你们家的沙发是什么颜色 房子有几间房间呢 你们出门的时候家里会开着灯吗 你们的房子常用的是哪个门 那这些问题呢是比较好回答的 因为假结婚的话 两个人至少要走进同一个房间 熟悉一下房间的环境 把它当做你们两个人的婚房 之后呢 移民官会问一些纪念日的问题 比如说你的配偶的生日是什么时候 你们结婚的纪念日是哪一天 上一次生日的时候 你是准备什么样的礼物 你的配偶喜欢哪个节日 上一个新年你们在一起做了什么 上一个你们一起看的电影 之后呢会问一些家庭朋友类的 比如说你们见过双方的家人吗 你们多久会见一次对方的家人 上一次见到对方的家人是什么时候 你们一般会庆祝哪些节日 会和家人一起庆祝吗 你们是如何庆祝的 过节的时候呢 你们会给对方的家人准备礼物吗 你的配偶有几个兄弟姐妹 他们的姓名是什么 你的配偶有侄女跟侄子吗 你们有孩子吗 孩子的生日和姓名是什么 那关于孩子的问题呢 移民官会非常的看重 因为如果你们两个已经有三个 或者五个孩子 即使你们其他的问题回答的都不是很好 有很多错误 但是呢 你们的孩子可以通过DNA来证明 就是你们两个人的孩子 那么移民官可能都会直接给你们通过 那面试的时候你们都要带什么材料呢 除了你要带着配偶一起去之外呢 你还要准备这些 面试的通知书 带有照片的官方ID 比如说护照或者驾照 体检证明 如果你之前已经提交过了 现在就不需要 但是你不要自己开封 还有i864财力担保 如果你之前已经提交了呢 那这一次就不用带 然后是担保人近三年的W2 或者报税记录 担保人目前的收入证明至少要过去两个月 担保人是美国公民或者绿卡持有者的证明 然后是出生证明 公卡和返美证 还有设案号进入美国时的文件 包括护照 i94入境记录 但现在i94已经取消了 这个可能就不用准备了 还有配偶的出生证明 然后是配偶是美国公民或者绿卡的证明 如果有小孩子的话 你需要带小孩子的出生证明 还有你们的结婚证书 如果配偶有离过婚 前任配偶去世 你需要携带离婚证或者证明 然后你需要证明婚姻真实支持性的材料 包括不限于报税记录 银行联合账户 保险文件 房产证明 水电账单 信用卡账单 近期的合影 需要注意的是呢 所有的文件和材料 一定要携带证本和复印件 如果你曾经被捕过 你需要提供警察的报告 以及法院的判决书 所有的证明呢 你都需要携带英文的翻译版本 除了上边说的这些呢 那你还需要注意的是 第一 千万别迟到 因为每天前往面试的人呢 非常多 一旦你迟到的话 会造成很多不必要的麻烦 第二 穿着正式 正式的穿着呀 会给别人留下一个好的印象 会让人家觉得你在尊重它 如果问题你真的不知道怎么回答 你一定要告诉面试官 我不知道 你千万不要自己编一个答案 另外两个人在面试之前呀 一定要回顾一下自己的关系历史 面试的过程中啊 有很多问题都是围绕两个人的关系的 比如说什么时候开始约会 准备面试的时候啊 两个人的重点呢 应该放在关系这一方面 然后呢 一定要准备好所有的文件 并携带一份影印本 那如果你们英文不好的话 也不要紧张 你们可以带翻译 如果没有翻译的话 你们可以跟工作人员询问 是否可以提供翻译 另外呢 还有一些问题 比如说如果你们有宝宝的话 你们需要一起带着去嘛 那除非你们受到特殊的指示 除此之外呢 你们不需要带上宝宝 那你们需要提前多久到达面试地点呢 正常情况下 你们需要提前到达 但是不要提前30分钟以上 那就太早了 另外如果你英文不好 可以叫朋友帮你翻译嘛 原则上是可以的 但是面试官在面试之前呀 会考核翻译人员是否符合要求 那最后总结呢 婚姻绿卡的面试啊 主要是考察双方婚姻的真实性 假结婚的绿卡呀 其实不容易 两个人最好是建立一点点同居的关系 这样在回答的时候呢 不至于被穿帮 感谢大家点赞 拜拜